浮草围营是中国人赋予夏天的浪漫。 在闷热多雨的夜晚,你徘徊在林间小溪旁,看到点点萤火流动。 那是因为去年夏天,在潮湿炎热的空气中,很多绿草腐烂了,于是吸引了萤火虫,在其下方的土壤中产卵。 今年虫永化而为萤火虫,在同样炎热的夜晚,于潮湿的空气中流动,引动了你惆怅的心。 古人虽然知道这个道理,但还是感慨地说是浮草飘逸的魂灵,化作了闪烁的萤火虫。 这是天地间的轮回。 世间万物都有它的归宿,所以这难熬的夏日也就不显得那样无情了。 在浮草化为萤火的日子,迎来了夏季最后一个节气——大鼠。 大鼠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,大者乃炎热至极也。 虽然入秋之后,可能会出现秋老虎,也就是极端高温天气,但那只是个别现象。 大鼠节气的15天,正值三幅天中的中幅前后,从平均温度来看,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段。 在上一期小鼠的视频中,我说高温潮湿的天气,对人类来讲是炼与煎熬,但对农作物来说却是天堂,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大鼠节气。 在中华大地上,多数人类聚居的区域都处在季风气候控制之下。 这时的天气用四个字可以概括,叫做湿热交争。 所以大鼠节气的三后,都和湿热的氛围有关系。 以后浮草为营,就是开头我讲的浮草化为流营的浪漫传说。 其实,那些飞舞的萤火虫,只不过是在寻找食物罢了。 二后土润入属,说的是这个时期的土壤,温度很高也很潮湿,所以很适合农作物的生长,比如此时正在风涨的水道。 三后大雨时行,还是在说潮湿的气候,天空中随时可能有雨水降落。 真的是赤日炎炎几时过,清风鸟鸟无处寻。 在这样的日子里如何养生,古人说不外乎于消暑和屈失。 以前网上流传一首《天静沙》,说的是现代人对待酷暑的态度。 哭藤老树荤鸭,空调挖发西瓜,葛优同款沙发,夕阳西下,我就网上一趴。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,一边吃着冰镇西瓜一边上网,醉食伤人身体,让人不禁摇头叹息。 在上次小鼠的视频中,我已经分享了三花、三瓜、还有三果,这几种夏季饮食的上家选择。 今天我们来进一步探讨一下中华养生的智慧。 在广东地区流行一句迷艳,六月大鼠吃仙草,活如神仙不会老。 仙草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名字,本草纲目里面记载,仙草可以解渴消暑,最厉害的还有解热毒。 所以,烧仙草汁到冷食,一直是南方的消暑招牌甜品。 把仙草汁熬成仙草冻,配上花生、红豆、珍珠,或是自己喜欢的配料,淋上蜂蜜和牛奶。 吃上一口,凉爽甘甜浸透身心,潮湿闷热瞬间就不见了。 在台湾地区,有大鼠吃凤梨的说法。 凤梨就是菠萝,在米南语的发音中,凤梨和望来相似。 所以,夏天吃菠萝,是召唤好运气的方式。 凤梨本身的特性也适合消暑,怕甜中带酸,其性微寒,在消暑止渴的同时,自身携带的蛋白霉类还可以化油解腻,放后吃一些来消食,真是再好不过了。 夏季的饮食养生,历来被分为两大阵营。 上面说的仙草和凤梨是消暑寒粮派的利器,而另外一派则是温热进补派。 我们看名字就知道,这一派讲究滋养进补。 可是,夏天热得像一锅开水,这时你还要来滋补身体,那岂不是上火的,要死吗? 进补派也有自己的理论根据。 大暑节气,暑热伤筋,就是说因为太热了,人体大量出汗而丧失水分,导致经液循环出现问题,进而造成气血不足。 如果不及时调养,到了寒冷的冬季,就很容易被风邪入侵。 所以,在长江以南很多地方,大暑节气吃童子鸡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习俗。 用西方科学的观点来看,童子鸡和成年鸡最大的区别,就是小鸡体内含有生长激素。 这正好是老幼皆宜的元素,而中医奖童子鸡补中益气,有利于你抵抗中暑的问题。 不管是寒凉派还是温补派,有机的结合起来是最好的。 另外,在对待驱失这一点上,他们的看法倒是相同的。 大暑时节驱失的最佳方案,应该还是离不开福茶,也就是在三福天喝的凉茶。 这种茶在不同的地方,或许有不同的名字,比如广东人人皆知的王老吉。 不管叫什么名字,大多都含有这几种材料,比如金银花、夏枯草、还有甘草等等。 茶方要是复杂起来,非要有十几种药材不可。 过去在关道的驿站中,每当到了三福天,还有免费供应的凉茶,有专人全天候的煮茶,也算是一种政府福利吧,可见古人对萧蜀驱失的重视。 讲了这么多饮食养生,其实酷暑是否难熬,最关键还要看人的心态。 人们常说心静自然凉,当然不是说心静了,身体就不会觉得热,而是说心静了,脑子就空明了。 对于外界环境的感知,就不会再那么执着,人就会比较和乐平易。 西方医学研究也证明了,在气温超过35度,湿度超过80%的情况下,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,就容易出现罢工的危险,会让人心情烦躁而容易发怒。 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,内心才是最强大的,因为你能够说服自己放下,放下那些本无意义的虚名,放下那些求而不得的利益,放下那段弯谷市新的若即若离。 在夏天最后的日子里,愿你能够放空自己,用最好的身心状态,去迎接那忙碌的金秋时节。 希望你能够订阅简单生活频道,和我一起去关注知识,关注文化,关注生活中的简单乐趣。